欢迎来到我们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恒大审计风波继续发酵 年初至今已有33间港股宣布与罗宾贤有道分手 涉及审计相关费用约5亿元 虽然罗宾贤依旧是港股主要审计之一 但其市占率已被安永略微超越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曼哈顿中城的第八大岛 这里已经变成了绝望地带 尹君子们在通勤者和游客面前公然注射毒品 点燃香烟甚至昏倒在地 当地居民和商家苦不堪言 纷纷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清理社区赶走麻烦制造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 纽约市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一直在上涨 今年夏天将上涨的更多 水费燃气费和电费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上调 预计每月将比去年多支付大约53美元 居民们纷纷表示难以负担 呼吁政府采取措施缓解压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年初至今 共有33间港股宣布与罗宾贤永道分手 设计审计相关费用约5亿元 尽管罗宾贤仍为376间香港上市公司审计财报 市占率约14.5% 但其竞争对手安永则为384间港股进行审计 市占率为14.8% 恒大地产财务造假事件使得罗宾贤的角色备受关注 尽管目前无监管机构对其作出裁决 但多监国资背景的港股仍相继与罗宾贤起约 海通证券和国药等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取消续聘罗宾贤 部分国企应连续聘任年期已达上限 需转聘其他事务所 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俊硕认为 上市公司担心恒大事件未明昂而作出转聘 市场可在适应期内消怀影响 消息人士透露罗宾贤为大福调整人手 但填补自然流失员工的速度减慢 预计对不达标员工采取更严格态度 瞧望曼哈顿中城的第八大道走廊已经变成了绝望地带 吸毒成营者在通勤者和游客面前注视毒品 点燃香烟然后昏倒 当地居民和商家表示这里有许多戒毒所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使该地区成为犯罪热点 社区委员会会议便成了互助小组讨论 居民和企业主交换每天看到的恐怖故事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中城南两平方英里范围内 至少有四二三期与毒品有关的逮捕行动 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00起 市政厅承认中城南是一个问题 表示官员们正在积极投入资源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总体犯罪率有所下降 但工作远未结束 一位在港务局附近做生意的店主 担心帮助可能不会很快到来 游客的恐惧表情和减少的生意让他感到无奈 乔报 纽约市居民的公用事业费用一直在上涨 今年夏天将上涨的更多 预计每月比去年多支付约53美元 纽约市水务局定于7月将水费上调9% 部分原因是市长艾里克亚当斯决定再次向市民收取供水和下水管道的租用费 国家电网公司计划在布鲁伦皇后区和石岛将燃气费上涨11% 联合爱迪生公司将在未来三年内将电费提高12% 燃气费提高19% 这将使平均每月的燃气账单增加约30美元 尽管公用事业公司表示需要额外收入来支付升级费用和满足气候化要求 但反对者认为这是虚假信息 纽约人可以通过各公用事业公司网页和账单上的链接 或拨打公共事业法项目热线 了解适合的补助项目 乔报报道 纽约市稳租公寓的租金可能会在周一晚上的最终投票中决定上调 租金指导委员会计划将一年租约的租金上调4.5% 两年租约的租金上调6% 百分之五这引发了租户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表示纽约市正处于住房危机 无法再承受涨租压力 租户乔安妮格雷尔称房租上涨意味着他需要额外支付115美元 而他的月薪并没有增加 另一方面 业主们认为由于通货膨胀 他们需要通过涨租来维持建筑的运营 租金稳定协会强调 这些接近百年历史的建筑需要收入来维持安全和移居环境 最终的投票将在亨特学院举行 并将进行网上直播 乔报周日晚间曼哈顿印武德地区爆发了一场惊悚的枪击事件 导致三人中枪 其中两人不幸身亡 事件发生在第十大道和C207街交汇处 一名44岁男子在脸部重痰后被紧急送往哈林医院 但最终不治身亡 另一名40岁男子胸部重痰 在纽约长老汇艾伦医院被宣布死亡 第三名受害者 37岁男子 腿部重痰 目前在哈林医院情况稳定 据目记者描述 嫌疑人是一名身穿黑色衣服 戴着黑色口罩的男子 他在枪击后迅速从C206街向东步行逃离现场 目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 强击动机也仍在调查中 中央社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于6月18日至19月前往北韩进行友好国事访问 此行预计将签署数项重要文件 克里姆林公幕僚扼下科夫向国营媒体透露 双方可能签署的文件包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这将为两国未来的合作垫立基础 并应对共同的安全问题 俄媒指出 这次访问不仅是两国关系的一次重大提升 同时也可能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香港电台广多上 香港电台广东梅州市在星期日遭遇了猛烈的暴雨袭击 导致平远县 郊岭县和梅县区等多地发生山洪和山泥侵械 造成五人死亡15人失联13人被困 广东省迅速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并开出三架救援直升机和二百多支队伍 九千多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国家防总也启动了针对广东湖南江西三省的防汛 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对福建广西浙江贵州四省份的同级响应 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而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拨了一万件家庭应急包 全力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亚拿大之声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多后 来自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举行第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与会着七十八个国家支持峰会的最后公报 重申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原则 并谴责将粮食安全军事化的做法 呼吁归还被俄罗斯遣送出境的乌克兰儿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措辞强硬 称这种行为是种族灭绝的元素之一 是殖民主义 然而印度墨西需要为此负责 而印度墨西哥沙地阿拉伯南非 泰国及阿联酋并不在支持名单内 中国则没有出席峰会 瑞士联邦主席阿姆赫德承认如何及何时让俄罗斯参与讨论 仍未有共识 普京在峰会前呼吁乌克兰投降 但遭到乌克兰及大多数余会者的强烈反对 与会代表团分成三个工作组 讨论核安全和全球粮食安全等击破问题 公报强调粮食安全不得军事化 黑海和亚索海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并呼吁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地战拥有完全主权控制权 中央社报道 欧盟代表团防卫西藏并会见中国官员后 欧盟发表声明 再次呼吁中国停止侵犯人权 欧盟在声明中表示 关切中国的人权形势非常严峻 尤其是在新疆西藏和香港 声明提及中国打压人权捍卫者律师与新闻记者的事件 并对非法拘禁强迫失踪 行求与虐待的案件深表欢切 呼吁中国进行调查 并停止侵犯人权 欧盟的声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凸显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否认这些指控 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仍保持高度警惕 西班牙国家铁路RANCE7月1日起改变误点赔偿标准 引发消保团体和反对党的强烈抨击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 国铁宣布统一个种列车的误点赔偿标准 包括高铁LV1廉价高铁阿克福利亚等列车误点超过90分钟 全额退费 超过60分钟退还50%票价 新措施对高铁国V1亿列车的乘客权益影响最大 也削弱其竞争优势 西班牙交通部长普恩特为国铁辩护 称污点赔偿是重大营运损失 并表示国铁必须引起市场 将标准调整调整腔筒至与竞争对手相同 消费者权益团体发提问批评此举不可接受 认为国铁应加强服务 而非降低承诺 人民党也强烈抨击新措施 指出近期大量污点事件影响了数万名旅客 要求政府解释帖路网络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案 中央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川普将于6月27日 寄集首场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将在CNN年总部亚特兰大举行 两位高龄参选人的健康与心智状况成为焦点 电论将在没有观众的摄影横内进行 期间会有两半广告事件 拜登将在大卫营接受辩论指导 而川普则依靠过去的造势活动和媒体访问经验 选民们对两人的身心状况表示关切 拜登曾在公开活动中出现精神不集中的窘境 川普也有口无现象 川普在关键摇摆州表现强劲 而拜登则在全国范围内小幅领监 大选的主要议题包括通货膨胀 乌克兰与加萨战争以及堕胎和移民问题 东方日报报道 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了一场考古文物特展 展出了郑州商都商都书院接墓地出土的商代文物 此次展览展示了墓地主墓M2隋葬的丰富青铜器组合 包括固绝甲等酒礼器 反映了商代祭祀礼制的成熟 金负面同负面礼器组合展示了商代贵族的丧葬文化现象 展览还展出了郑州地区出土的其他重要文物 如赵庄遗址的大象头 李家沟遗址的细尸器等 缭绘了郑州地区的历史脉络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 还安排了现场表演 复原了商代的双鸟驼鼓 并邀请专业人士演奏 让游客感受到鼓乐的魅力 中央社报道 尽管以色列军方16日宣布战术性停火 以便人道静元物资进入加萨走廊 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火依旧激烈 联合国近东巴勒苏坦难民救济工作署 UNRW负责人拉扎里尼表示 战事并未终止日 尤其是在拉法和加萨南部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批评了军方的停火计划 强调常规作战任务不会停止 当地居民描述 战斗在拉法市中心愈演愈烈 激进分子和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团体在难民营内进行禁举于战斗 UNRW接到的停火通知 也被以色列政府很快否认 拉扎里尼表示 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符合战局停火的迹象 哈马斯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 自冲突开始以来 已有超过37000人死亡 85000多人受伤 京岛日报报道 日本TBS电视台最近邀请大惊冷气的重症周知先生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增加冷气风量比降低温度更凉爽且更省电 实验中将风量调到最强 比温度降低一度更能让人感到凉爽 同时耗电量也更低 重症周知解释 风量调强能让室内空气充分流通 因此人体会感觉更凉快 实验数据表明 温度每下降一度 压缩机的负荷和耗电量都会大幅增加 而风量调强的情况下 耗电量仅增加少许 明显更省电 这一发现 为节能环保提供了新的思路 尤其在夏季使用空调时 可以通过调节风量达到更好的效果 中央社报道 星座专家唐启阳首次正式挑战戏剧演出 在都市剧集中饰演美食评论家 与京中市地黄河对戏 唐启阳表示 这次的角色不仅符合他的专长 还让他体验到演员拍摄工作的辛苦和有趣 剧中他品尝黄河特制的料理 拍摄过程中大旦美食 笑称角色肯定与吃脱不了关系 另一名演员 孙伯恩在办公大楼单元中饰演一个表面人缘好 但大家私底下不太喜欢的主管 他形容角色犹如号称浊水戏以北最受欢迎的上班族 都市剧集故事 回绕都市里潜伏的恶意与人际冷漠 透过不同场域 直窥都市日常浅草的恐惧事件 将于7月12日在CETCH PLO 外影音平台独家上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